好 不过如果是单身的人去吃饭 你可能会觉得物价为什么长得那么凶 为什么我单身就要备收单身税呢 这是一家台北市老字号的蒙古烤肉餐厅 终于重新复业了 但是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人来吃的话 你吃烤肉加点酸菜白肉锅 要多收200元的开锅费 这是不是变相收单身税呢 来听听业者怎么解释 香喷喷蒙古烤肉在铁板上翻滚 瞬间香气四溢 老字号蒙古烤肉业者在西门丁拓点 下午茶时间依然朗鼎低 中秋节快到了 蒙古烤肉也是种BBQ选择 不过另外一家也不输 也许老字号蒙古烤肉历经无情大火 如今浴火重生 还进不守海内外掏客 但是营运结束恢复原本价格 蒙古烤肉加酸菜白肉锅 平日从558元恢复成660元 晚餐以及假日恢复成760元 而重点来了 如果一个人来吃 还要多付200元的开锅费 以假日来计算就要破千 有人就说难道是收单身税吗 因为这样子单身的人就很可怜 就是自己的店里面也要有单人座位 那既然没有单人座是私人座 那你就限制 那我们一定要几个人以上 才可以使用这个私人座 不但不用用加钱的方式 本身是学生 我就金钱来源比较没有那么多 会觉得不愿意 毕竟200块都可以去吃 一个火锅之类的 业者解释位置都是方桌或是圆桌 如果一个人坐一桌 等于浪费掉其他位置 因此增加开锅费 也是不得已的决定 现在的成本都提高很多 因为如果他是单人来用餐的话 我们准备的食材还有物碳 器材都是一样 因为其他还有其他人会希望 比较多人一起来用餐 现代社会单身贵族越来越多 不少餐饮业者都抢供独食商机 不过吃到饱蒙古烤肉 碍于消费形态 变向收起单身税反其道而行 东森新闻陈宏怡 参风俊台北报道 今年的中后节只有一天 没有放廉价 所以你可能也不会打算出去玩 而是要在家附近烤肉 所以你有时间才买烤肉用品吗 应该都没有吧 所以这种整箱 帮你准备好的烤肉箱业者 忙翻了 而且还涨价还有缺货 尤其烤肉很多人爱的玉米 最近大缺货 你只能吃到冷冻玉米 快刀切清洗过的金包菇 加上些许姜丝麻油 再用真空包 另外还有粉嫩似的松板珠 一片片也处以称重 在封口包装 七手八脚不能停 尤其越接近中秋越是忙碌 除了要赶工更担心缺货 台风过后玉米大缺 去年只能用玉米笋替代 今年先改用冷冻品 因为连玉米笋也缺了 而鱼下巴也吹没 改用轻鱼柳叶鱼 成本上涨的部分更是隐忧 猪肉每台金从200块涨到290 猪肉片今年涨蛮多的 对 是不是 它涨了三四成左右 那怎么办 这个方面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去年已经有 有调整一次价钱过了 然后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自行吸收 一箱又一箱包装后 确认订单暂解货就是烤肉箱 所有食材包括肉类蔬菜海鲜等等 全部都会在这里组装好 然后要再销售出去 一天至少销100箱 除了疫情影响 烤肉箱商机几乎年年成长 但比比真的有比较划算吗 分开买的食材可以挑喜欢和爱吃的 但如果烤肉箱最平价组合 食人份1600相对便宜一成 但更多人看重的是 省去清洗分切和运送 今年买气还不错 就是跟去年比较起来 有成长一成左右 然后我们现在大概都是家庭 或是那些企业来购买购买这样子 烤肉箱整组传号后 这懒人商机可不容小觑 东森财经新闻毛招品 刘盈盈在新北市报道 民众党也希望 可以从证据来认定事实的话 那大家也很想知道 这一次检方抗告成功 那么高等法院 他们才要发回登裁的理由是什么 他们是不是看到了 什么样的证据说服他们了呢 原来是根据了彭震生 朱雅虎还有邵秀配他们的公词 就发现说柯文哲一直在告诉大家 我完全不知道 甚至他出了法院之后还告诉大家 容积率840% 他最多是三四月才知道的 现在连法院对于这样的说法都相当怀疑 他们认为看起来柯文哲 积极介入金华城案 所以说如果容积率毫无所惜的话 高院完全不相信 所以发回耕裁 最快就在明天 北院就会重开积押亭 北检抗告之后历经了22小时 结果终于出炉 针对柯文哲 吴宝请回的结果 高等法院合议提 裁定发回重裁 柯文哲吴宝请回北检提出抗告 4号下午5点39分 高院裁定发回耕裁 裁定理由包括高院法官认为 检方明明在8月31号密信朱雅虎 还把都委会执迷 前副总工程师邵秀佩找来当证人 厘清金华城案的容积率等相关问题 还提到朱雅虎担任 省庆金子公司的董事长关系密切 认为柯文哲明明积极介入金华城案 但地院法官却财信柯文哲主张 相信专业和都委会 更表示应该要综合评估 检察官提出的事证 因此发回地院耕裁 而这回高院也罕见公布何一庭法官 包括审判长曲泰成 曾任导贬红山军 以及813占领立法院行动审判长 受命法官钟亚兰 陈省里关系机场事件 卡神杨慧如以及友人蔡福明 利用网络论坛 误入外交官驻大阪办事处 裴席法官则是魏俊明 被法界称为杀手级法官 以严格出名 绝不轻判轻饶 而在一次开鸡押亭 柯文哲会遇到哪位法官 虽然还没有公布 但可以知道的是 压力会是其他法官康 另外时任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遭鸡押禁件 律师不服提抗告 却因为抗告撞上 彭震生本人没有签名 高院何一庭将等补证后裁定 东西新闻有亚新红世亭 江青坑何云庭台北报导 美剑这一次抗告成功 很明显的 在我们前几天所看到检方 他们传讯的这些证人 甚至被告 还有救讯的这些被告 应该都有索取到 这些非常关键的证词 因为目前这个案子 已经有四个人遭到积压了 很有可能要找寻几个破口 其中第一考量 最有可能成为破口的 就是威京集团的审庆经 因为它加大业大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事业 一直压着的话 那事业怎么办呢 甚至还有可能被银行抽银根 所以检方不排除 是以减刑牌来说服他 转污点证人换取自由 而另外很有可能成为破口的 就是吴顺明 吴顺明是谁呢 他是应小威的助理 不过他另外一个身份 是威京子公司的顾问 他以前是都发局退休的 后来转到威京集团来领薪水 看起来职位最小 但是他的确常常施压官员 他知道非常多关键的事物 所以为什么要让他转污点证人呢 因为他不是公务员 如果他能够转污点证人的话 很可能可以免刑 我觉得尽量就是帮忙 精华城案 沈庆金 应小威 彭震生 吴顺明 关键四人都被压 检方要找突破口 势必得从四人下手 但谁最可能先松口 威京集团创办人沈庆金 打造的顶级豪宅桃珠影员 成本加上税金 推估至少要400亿元 但是至今却只卖出一户 加上还有精华城 都吃掉他的大笔资金 如今他被羁押 最担心的恐怕是被银行抽银根 沈庆金有事业命脉 他曾说一生战死沙场不退休 在押的每一秒 恐怕都在想危机美主怎么办 加上他并非公务员 检方不排除 打出不严压 减刑说服牌 转污点证人换自由 如果他有机会 可以转成污点证人的话 或许可以让他的行度可以减低 可以保住他外面的 加大业大的这些事业 他可能是主要的 这个行贿的人 所以他即便减刑的话 也可能很难到一个 完全免除其刑的可能 摇住金流往哪流 还有谁是突破口 别忘了乌顺明 是应小微团队顾问 也是微经集团 旗下子公司顾问 身兼多职 成了神庆金应小微 北市府三方重要枢纽 在押四人中职位最低 但知道的细节可是最多 他是没有公务员的身份的 他应该也不是犯罪的首谋 但是他是很严很多参与在其中 把其他人咬出来的话 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比较大的幅度 地做一个减刑 甚至免除其刑的这个可能性 4号下午 检方也二度到看守所提讯彭震生 侦办动作不停 还有中秋节就快到 检方除了减刑牌 手中还有温情牌 要码诚实放你回家团圆 否则看守所继续等月圆 东西新闻市委中心组合报道 好 彭震生他拍板觉醒 不过这个柯文哲他能说 他自己完全不知道吗 现在周刊再爆料了 检方查扣的资料里头 包括了这一份变迁 这个变迁是在2020年4月份所写的 当时看起来柯文哲不但早就知道 容积增加的过程 因为都发局一直不断地在警告他 这样不合理也不合法 但是在这个变迁当中 柯文哲就写的 他说彭富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原则很简单就是 公务员不坐牢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也有人解读 柯文哲明知有违法疑虑 还是要放水给威京集团 而且我们掌握到原来 这个检调比议会调查小组 早一步取得相关的事证 这张读法局公文上清楚写下建议人应寻诉讼程序解决 以免导致外界争执本案图力精华成争议 大大的图力两个字写在那 柯文哲却依旧在2020年3月10号盖章写下速审速决 而且网上翻内容也写得清楚 说容积率不得超过560% 这样你柯文哲还能说不知道有违法疑虑吗 尤其现在周刊还指称检方查扣了2020年4月的一份变迁 直指柯对精华成容积率增加过程早就知情 因为他拿出了精华成容积率 与楼地板面积差异比较文件转交给彭震生 还在变迁上签名写下图彭腹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原则很简单公务员不坐牢 不坐牢三字两种解释 一是明智会踩红线还是要帮威京的忙 二是怎么放宽都可以 不要让公务员坐牢就好 但不管哪种解释 共通点就是柯文哲绝对知情 而我们掌握这变迁减调 甚至比调查小组早一步掌握 现在还装不知道 我觉得他是在土力跟无能之间选择无能 因为无能在法律上是无罪 柯文哲要一推256说他都不知道 那唯一的一个可能就是 他是闭着眼睛盖公文 可以证明柯文哲知情违法的就是关键时间轴 卓文哲就说2020年3月时候的公文 柯文哲签准要速审速决 同一时间还有应小微便当会 7天后金华城只本陈情书送给柯文哲 过两天就交代都发局要线10天内办完 过不到一个月柯文哲内签决行 让金华城陈情案进入都委会审议 但明明都发局在警告 监察院有纠正是否不和解 柯文哲还是执意放行 后来的放松 中间到底跟应小微 沈庆金等人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对价关系 金华城上的速审速决 恐怕会成了柯文哲司法上的 竞速判决 东森新闻 政治中心 综合报道 林应小微的议员助理 都可以对这些基层的公务员来施压 为什么这么嚣张 谁对这些议员的助理施加压力 让他们再去施压官员呢 答案就是沈庆金本人 为什么会知道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大的破口 毕竟沈庆金比较老派 是那种威京集团主席 很爱讲电话 他什么事情都是用 讲电话的方式来联络 那么检方从6月开始 监听沈庆金等人 就发现了大密报 因为他知道检方在查这个案子了 沈庆金就立刻打给 应小微的助理吴顺明 破口大骂之外 还要求他赶快找人处理 不过在征讯的时候 吴顺明跟沈庆金还说 他们两个之间没有联络 现在也成为收押的理由之一 检方正办金华城案 从6月开始挂线监控 沈庆金 应小微 还有助理吴顺明 这也让本来焦灼的案件 出现破口 就是沈庆金因为他有个习惯 很爱讲电话联系公事 他的通联变成检方的大密报 检方办案使出一招让子弹飞 沈庆金重计听到风声 检调再盯他了 吓得打电话跟应小微助理 吴顺明通话 一开始就先破口大骂脏话 接着要吴顺明找人开会 想办法解决 检方掌握到他们之间的通联 先按兵不动 在征讯时再使出迂回战术 成功拿下这局 收押沈庆金跟吴顺明 当时的收押理由就写 两人在8月14号有通话 内容也不短 不过在检察官征讯 询问他们两人是否有联络时 两人都说没有 以为检方什么都不知道 反而因此被认定有串政嫌疑 成为收押的关键之一 根据院检资料 沈庆金不只行贿 还包办了官员 和应小微助理的退休路 吴顺明担任造型公司顾问 领的是微经集团子公司薪水 在在证据都是检方的杀手件 沈庆金想串政也败在自己的习惯 你在讲检连都在听 东森新闻林权蔡玉山在台北采访不到